校園距離六清900公尺 小學生體內致癌物超標 距離六清工業區只有900公尺的 雲銀線橋頭國小許措分校 孩子們正專心上課 國家衛生研究院周一公布連續三年的研究 發現這些血統鳥宜中致癌物綠宜系的代謝物 流帶二乙酸TDGA 濃度明顯比全國其他地區血統還高 除了造成害症之外 它只能會造成一些殘忠人的存倉 造成一些殘障的囊種 研究發現2013年許措分校孩童尿液中 TDGA為173單位 之後搬到較遠的橋頭國小校本部 就降為147單位 當時從放暑假更降到35單位 我想這個是很明顯的 就是從六清出來的 距離六清較近的其他國小學童 體內TDGA也高於平均值 學者建議在六清10公里以內的小學都應該簽校 大概到8公里以上 那一般公里就是跟我們21個縣市所取得差不多了 目前孩童幹功能檢查正常 但是前見我醫生提醒 之後5到10年都有可能是引發癌症的時間點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顯示 孩童接觸到的綠以西就是來自六清 行政院周一宣布 許措分校下學期亦可簽校 單單是相關現場的這樣的一個發現 即使還沒有英國的關係 我們都必須要採取最嚴厲的標準 生活中心綜合報導